OK 哈囉 大家好 我是Ryo 那我們今天的話呢 有一個全新的企劃 那就是大家還記得 這一部影片嗎 沒有錯 就是我們強化 藍色托把的那一部影片 那理由我為了要榨乾 這一個初心者神器的價值啊 不是 是讓他呢 體現出他的價值 所以說呢 我們這個新企劃 就要來創一隻初心者 然後呢 我們要用這一個 藍色托把來挑戰 這個遊戲的各大BOSS 但是是野外BOSS 因為大家也知道 初心者呢 一來等級難練 二來呢又沒有ARC 所以說呢 我們目標可能就會放在 像是蘑菇王啊 或是肯德雄之類的 這一種野外BOSS 那難度的話呢 我們就會循序賺金 也歡迎大家在影片下方 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這個系列的下一隻BOSS 要挑戰什麼 那我就會透過 不管是提升等級 或者是新增一些裝備 衝皺文卷等等等 那我們就會想辦法用藍色托把 來征服這些野外BOSS OK 那我們就直接 Let's go 首先呢 就要先來創一隻初心者 OK 那我們創好初心者了 然後呢 這個藍色托把 喔 是的呢 但是 堅持不轉直 好不好 我們就是 用初心者 來拍這個系列拍到底 可是我發現一件事情 我們這次初心怎麼會不會太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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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自動翻配的話基本上全部都會給你力量 因為畢竟 沒有轉直吧 他是初心者的關係 OK那我們就全部都點力量 然後技能的話呢 因為是初心者 所以只會有三招 嫩寶丟直術還有治癒和疾風之步 那治癒的話基本上沒什麼用啊 只加了24滴血 那 嫩寶丟直術的話我是覺得 好啦加減點一下好不好 但我覺得最有用的是疾風之步 因為他可以增加你的移動速度 不過 CD時間有點長 而且持續時間有點短 那 技能就 不用擺不用吧 欸不對欸 最高只能達到40 殺傷力就40 那我還是普攻好啦 我普攻可以垂幾千啊 有了29級 離我們藍色拖把36級 就差那麼一點點好不好 不過最大的問題是 初心者只能單體攻擊啊 所以 我覺得就算用了輪迴 好像也沒有什麼用 因為 初怪的速度變多 我清怪的速度也不會變快啊 30級了 但是一樣好 絕對不轉直 來我們去打鱷魚 這就是新台幣的力量啊 用普攻30級痛扁46級的鱷魚 阿 各位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我們還有另一把武器應該可以先用的 這個呢 冷凍金槍魚 他是20級的 我好像不用一定要拿一個小斧欸 來來來來我們先換上去 然後再換上我們的 針鋒葉頭盔 藍色桑拿斧 然後還有我稍早買的一顆 加力量的青銅之心 還有機器人 OK 欸我發現越來越有feel了欸 來來來我們繼續我們繼續 還差最後4等 有沒有拿這條鱷魚灰 有沒有比那個小斧有用多 不過還是只能一隻一隻打 不過還是只能一隻一隻打 喔各位你們有看到我上面那個 BOSS的血量嗎 我剛剛大概吹了17% 我一定放棄啊 35級 終於 終於來到最後一級 來囉 即將引來我們的36級 NICE 好啦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藍色拖把給換上啦 雖然說這個衝過星火啊 穿上去就要剪刀 但還好啊 因為是小剪刀 所以還可以接受 來那我們就把這個系列的主角 好不好 就是為了拿這一把武器才練初心者 來就把它給穿上去 順便看一下 攻擊力會增加多少 齁齁齁 直接變3萬 原本是多少 原本拿小武服大概5900 然後拿冷凍金槍魚是8600 然後拿藍色拖把呢 直接變3萬 好啦那我們裝備齊全 我們之後呢 尤其是這個武器拿上之後呢 第一個目標第一隻BOSS 沒有錯 蘑菇王 來吧 你就是我這支影片的第一個目標了 欸 欸換個目標好了 好啦我決定把第一隻BOSS呢 因為畢竟是第一隻影片啦 我不希望BOSS提升難度太高 因為這樣我們下一隻影片的話會非常難拍 可能第一隻就會變成最後一隻影片了 所以說呢我們的目標就設定這一隻 剛剛打老半天也打不死的沼澤巨餓 好不好 那我現在換了一把武器啊 應該是不會秒殺吧 喔 欸這個傷害 欸跟剛剛差超多的欸 我剛剛拿那冷凍金槍魚只敲了大概13%左右 然後我直接放棄 結果我們換了一把武器之後 然後 哇 除了他現在用這個技能啦 所以打他只有1而已 但是這個打下來 欸超快欸 啊我就這樣捶一下捶一下 然後 然後他就剩10% 然後 然後他就沒了 欸 這樣應該也算是 完成挑戰吧是不是 就是 雖然說可能快了一點 但是 畢竟也是我們辛苦 練上來 才有這番成就的嘛 是不是 好那今天影片呢 就是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只要你夠努力呢 就一定會有回報 那假設沒有回報的話呢 那那就多刻一點吧 OK 那我們今天系列的第一支影片呢 就先到這邊改個段落 那也歡迎大家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們的第二部影片 要去挑戰什麼BOSS 可以難一點沒關係好不好 因為我覺得 我拿了這個藍色的頭髮以後啊 我好像已經無所不能了 不過因為等級的關係 所以我在想如果等差太高 可能還是會打不動 那沒有關係 如果我們第二部影片的目標BOSS呢 等級太高的話 我們第二部影片就繼續練等 然後繼續挑戰BOSS 反正我們會在這個系列的每一部影片 開頭先說出目標 然後再想辦法做調整 不管是等級還是裝備 然後想辦法攻略那一隻BOSS 好不好 那最後呢我忘了帶上我們這個系列的好夥伴 機器小字 來吧先把它穿上去 好啦那接下來我們就會以這個形式 繼續的拍攝 這一個系列的影片 這個系列我們就把它叫做 我是個拿著藍色拖把的初心者系列影片 至於下支影片要打什麼BOSS呢 就由你們在下方留言決定吧 OK那我是Logo 如果喜歡的影片記得幫我追蹤一下 那麼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大家 掰掰 欸你們不覺得這樣超有懷舊感的嗎 嗯 把這個 和這個拿掉的話